在家居士 学佛心仪 祖馆长慈悲 诸位在家菩萨灵友们 大家午安 请放掌 今天是我们在家居士学佛心仪的第一堂课 在这个地词经上面说到这么几句话 三十二相 五差别因 皆持戒所得 若不持戒 尚不得下见人生 何况大人相报 这什么意思呢 就说到成佛之后 它具有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我们晓得诸佛都有三十二相 那么这个三十二相它是怎么来的呢 比方佛陀有狮子身相 狮子身相就是佛的上半身广大 行住坐卧 威龙端正 庄严 就像狮子王一样 那么这样的功德 就是佛他在过去无量世当中 在无量的世界当中 他不曾经两舌 没有挑拨离间 那么不但是如此 而且还教人行使善法 行使人道 并且远离我慢 感得这样的一个相状 那么就代表佛陀 他的威龙高贵 慈悲圆满具足 那么他的阴地 就是不成两舌 教人善法等等 这是狮子身相 那么佛陀呢 也有这个手指仙长相 就是这个佛陀 他的两手两脚 都是仙长端直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相状 主要就是佛陀 他在印第当中修行的时候 那么恭敬礼拜 使掌门 而且破除教慢心 所感得的这种相 那么这个手指仙长相 就表示 寿命长远 那么众生看了 都是生起敬爱 欢喜归的心 那这是手指仙长相 那么佛的第三十二相 就是眉间百好相 这个眉间百好相 就是佛陀 他的两眉之间 有这个百好 这个百好非常的柔软 就像这个棉花一样 那么是右悬而绕的 那么因为呢 这个百好常常的放光 所以我们也称为 是这个好光 或者是眉间光 那么这个相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佛陀 印第修行的时候 那么看见众生 修学这个界定会三学 不但没有嫉妒障碍 而且还称阳赞叹 所以能够感得 这么样一个妙相 我们简单的就说 这三种相 那么这个三十二相 我们刚刚谈的这个情形 我们了解到 它的印第当中 虽然各个有所不同 那么这个狮子真相 就是不两舌 交人形象 那么这个手指线长 就是公敬礼拜师掌 破除交曼 乃至呢 眉间好相 就是赞叹众生 修学三学 那么因啊 虽然各个有所不同 但是呢 讨论到它真正的因啊 智尔大师说道 都是由于呢 持戒精进 那么也就是说呢 假使啊 他只有精进的修行 但是呢 没有持戒 尚且啊 赶不得啊 仁天生 更何况啊 是佛的 其他诸多的向好 所以我们就晓得 这个因呢 可以分成 通因跟别因 那么如果讲到别因的话呢 就上面我们刚刚所说的 那么各个项 有各个不同的因 所遭感的 那么假使呢 讨论到它的通因 究竟的因 都是由持戒 那么所以呢 在这里啊 我们是就着通因来讨论的 来说明的 因此呢 在地词经上面就说到 这个三十二项啊 没有差别因啊 都是呢 持戒啊 所遭感的 那么假使呢 这个 佛弟子 或者是这个众生啊 他不能够持戒 尚且啊 没有办法 得到啊 这个下见的人生 那么这个人生 为什么下见呢 这个主要啊 是对着啊 佛陀的这种庄严身来说的 那我们的身啊 就感觉到啊 就卑劣了 那么你不持戒啊 尚且啊 得不到人生 何况啊 这种佛的大人相报呢 所以我们晓得啊 这个持戒的重要性 因此呢 在这个萨伯多论当中啊 他就说到 那么 这个 佛弟子们啊 我们晓得 要这个戒定会三学 并行的来 修学 那么经历论呢 也要啊 同样的来修持 那么这个 戒法品尼啊 他有四个特色 是其他的经论啊 所没有的 所以说他殊胜 那么呢 四个特色呢 第一点啊 就是 这个戒 是佛法平地 万善由至生长 那我们晓得 这个大地 这个大地啊 他有两种的功德 第一个呢 能够啊 运载万物 那么这个大地啊 房子啦 车子啦 所有的众生啊 都依着大地啊 而安住 他能够运载万物 这是他第一个功德 那么第二个功德呢 就是啊 能生万物 能够生长万物 你看这些草啊 这些花啊 这些木啊 都是啊 依着大地啊 而生长的 所以他有这两个功德 那么佛法当中的平地 是什么呢 就是戒法 这个戒法啊 是佛法当中的大地 那么一切的善法呢 都是依止的戒法 而生起的 你这个布施啊 慈戒啊 布施啊 忍路啊 禅定啊 精进啊 波罗都必须 依着戒法 才是生起真实的功德 而唐弄尼布施 没有依着戒法 那么这个布施啊 它不是善法 比方你去盗取 人家的财物 拿来布施 这就不是一个功德 不是一个善法 所以种种的善法呢 它必须啊 要依着戒为基础 才算是真正的善法 所以这个戒呢 是佛法的平地 一切的善法 都是因着戒而生长的 第二点 一切佛地子 皆以戒助 一切众生啊 由戒而游 那么一切的佛地子 指的就是七众地子 这个出家五众啊 再加二众 再加这个 优婆舍优婆耶 出家五众啊 我们必须啊 以着戒法 才能够安住在佛法当中 那么假使呢 你受了归 学习了佛法 但是呢 我们对戒法 没有办法去受持 那么你是没有办法 长期啊 安住在佛法当中的 我们必得啊 要以这个戒法为基础啊 才能够继续的 安住在佛门当中 用功修行 所以一切佛地子呢 皆以戒而助 那么一切众生啊 由戒而游 那么这众生啊 指的是这个 三善道的众生 那么这些众生啊 都是因为啊 这个戒 才能啊 投身到三善道的 人天阿修罗 他过去呢 最少有持五戒 要不然啊 他不可能啊 赶得人天生的 那么这是第二点 第三呢 趋向涅槃的出门 我们想的呢 你要证得空性 你必须要有智慧 要有这个波罗智慧 那么这个波罗智慧 怎么升起来的呢 就必须啊 你要有定 要有禅定的功德 那么禅定怎么升起的 就必须要戒 所以这个戒法 是我们趋向涅槃的一个路门 一个下手处 那么第四点呢 戒啊 是佛法阴落 认庄严佛法 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啊 假使呢 你佩戴这个珠宝啊 你戴耳环啊 戴金项链啊 戴高贵的这个手表 这个人看起来比较庄严 这世俗来看的 那么这个佛法当中呢 就假使啊 这个人啊 他能够持戒 他就显得庄严了 那么这戒法 是我们佛法当中的阴落 所以想想看 假使啊 我们佛弟子 出家众啊 在家众啊 都不持戒 那么你经论讲得再好 我们感觉到 不够庄严的 怎么样庄严呢 就是我们啊 要能够持戒 这个戒法 才是我们佛法当中的阴落 能够啊 真实的 庄严这个 佛法的 那么这个 这个戒法品尼呢 有这四个特色 有这四个功能 所以说啊 它的功德呢 就超过了 这个经论 那么从这里呢 我们就晓得啊 这个戒法的重要性 那么今天呢 我们在这边 共同啊 学习研究的这门课程 也是跟这个戒法有关的 所以我们最初啊 就是跟诸位啊 提示这几句 那么我们请看着 这个讲义的第一页 那么这个题目呢 是在家居士 学佛行仪 底下这个小柱呢 说到 圆南三绿 在家背蓝 别行偏 那么 这个学佛行仪 它的出处呢 主要啊 就是在家背蓝的别行偏 这个部分呢 我们稍微啊 这个说明一下 这个南三绿 在家背蓝 为什么叫南三绿呢 因为这个 中国的绿主 道宣律师 他住在这个中南三 那我们晓得啊 这个中南三呢 非常的激进 很有灵气 这座山啊 很适合啊 来修学禅定 所以呢 这个号要啊 激进的 他就欢喜啊 住在这个地方了 那么古来啊 有许多的高僧大德 他曾经呢 住在这个中南三 比方华音中的出祖 杜顺大师 净土中的散导大师 都曾经啊 住过这个中南三 那么宣徒呢 他一生啊 大部分的时间呢 是住在这个地处 大约呢 有十多年的时间 因此呢 后代啊 就称这个宣徒的著作 叫做南三绿 南三绿 那么这是 南三绿的这个意思啊 那么在家背懒 所谓的在家背懒啊 就是这个 红一大师 他从这个 南三绿当中 选择啊 一部分的 这个文出来 那么这一部分呢 是属于在家居士 必备 所应当阅览的 所应当学习的戒法 所以叫在家背懒 那么必备啊 应当要阅览的 那么在家背懒 所以这个在家背懒啊 是这个宏一大师啊 他所折录的 所编辑的 那么接着呢 别型篇 这个在家背懒 他总共呢 有四篇 有四篇 所谓的这个中体篇 迟饭篇 忏悔篇 以及这个别型篇 那么这个中体篇呢 他所讲的 就是呢 如何受三规五戒 跟八观在戒 那么他的意义是如何 那什么叫戒体 我们现在啊 受八观在戒 或者你去受五戒 甚至呢 你去受五戒 以后出家了 受三密戒 比丘戒 什么叫戒体 戒体是什么 那么这是啊 中体面里面所说的 那你如何去受戒 那么这个部分呢 我们以往啊 在讲这个 五戒八戒 学术的时候呢 已经说明过 他当中的要义了 那么诸位呢 可以参考这本书 那第二篇呢 叫慈犯篇 慈犯篇 慈犯篇啊 就是很细致的 来说明 这个杀到迎望久 还有八观摘戒 后面的三条戒 那么每一条戒啊 他的慈犯的情形 怎么样是受慈 怎么样是犯戒 什么是开源 什么是哲子 不能做的 就是吃饭篇 第三是忏悔篇 这个忏悔篇呢 就是告诉我们 你犯戒啊 如何去忏悔 或者你没有受戒 你没有犯戒罪 但是呢 你有杀生啊 或是有妄语啊 或是过去生啊 有些业障啊 怎么去忏悔的 这忏悔篇当中所说的 那么第四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今天呢 想要说明的 是这个别形篇 这个别形篇呢 也就是啊 这个 宏一大师 那么将这个 三大部当中啊 挑出一些的部分 那么适合啊 这个在家居士的行持的 那么戒法 这一篇呢 叫别形篇 那么这个是啊 在家被揽别形篇的 这个仪式 那么所以我们晓得呢 这个题目 虽然是学佛行义 但是它主要的内容呢 就是别形篇 那么为什么要用这个 在家居士 学佛行义 这个题目呢 因为啊 初学学长看 你们看到这个 南三绿 在家被揽别形篇 大家有什么想法 看不太懂 听不太懂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改个题目 因为曾经有个法师啊 他讲过在家被揽 讲了大概两年 一个礼拜两次 一个月两次 那么他的这个 老菩萨 也去捧场 也去听课了 自己的儿子当法师嘛 他也去听课了 那么听了大概 一两个月回来以后 问他说 你这个儿子法师啊 在讲什么课程 他说 这个课程啊 好像什么在家展览 在家展览 那么听了一两个月以后啊 题目都记不起来 所以这里我就想到 如果我们用这个题目啊 标示出来 恐怕很多人啊 这忘文退却了 他看到题目啊 他就不想听了 什么是别形篇 什么是背蓝 不太清楚 那我们实际上呢 晓得他的内容啊 就是告诉这个在家居士 他怎么去学习佛法 他的这个 在佛门当中的仪法呢 应该是如何 因此呢 我们就题目啊 稍微啊 改变一下 好 那我们看着下面 唐朝道宣律师传 民国 红衣大师编 那么这个 南山律 主要呢 是唐朝的 这个宣祖啊 他所传述的 那么这宣祖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著作 叫做南山三大部 就所谓的形式操 这个 纪元纪 形式操了 那么这个水击结膜 还有这个戒本书 这是三大部 非常重要的著作 那么到了民国时代呢 红衣大师啊 他就从这三大部当中呢 挑取一些部分 那么适合啊 在家居士所看的 因为我们这个 出家中的戒法 这个在家居士呢 不能够阅读的 那么有些的戒项呢 也不能够看 那么因此 红衣大师啊 就把它挑出来 那么一些戒项的部分呢 也稍微调整一下 那么史令呢 在家居士可以看 这是 南山居在家背来 所以主要呢 是红衣大师编的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先解释一下 这个标题 这个在家居士 学佛性是什么意思 那么诸位呢 请看到后面的 补充讲表 这个副表一的部分 这个副表一呢 就是前沿 那我们分成两颗 甲一 是这个解释标题 甲二 绿主略实 那么甲一 解释标题 好 我们先解释这个 在家居士 这个居士呢 有二意 一 广济之产 居才之士 名为居士 二 在家修道 居家道士 名为居士 这个居士呢 根据啊 这个 维摩意记 这个是 卉音大师 他所解的 维摩经 的意记 解释维摩结经的 当中呢 就解释啊 这个居士呢 它有两层的意义 第一个呢 是广济之产 居才之士啊 名为居士 那么也就是呢 广大积聚之产的 居存啊 大量财富的 有钱的人 叫做居士 那么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一个定义呢 我们晓得这个古代啊 这个印度啊 他有四种的社会阶级 第一种是婆罗门阶级 就是这个出家众了 第二种呢 是国王 以及官员的阶级 第三种呢 是这个平民阶级 第四种啊 就是属于最下等的 这个奴隶的阶级 那么这个平民阶级啊 他主要的就是从事 这个农业啦 工业啦 或是做买卖的商业等等的 这是平民阶级 那么在这个平民阶级当中呢 这个积聚资产的富豪人家 就称为居士啊 比方呢 这个社会成的大富长者 虚达多党者 就是己孤独长者啊 我们晓得 当初佛的那个奇幻经士啊 己孤独员啊 就是他所布施捐出来的 大富长者 那么大富长者呢 在印度啊 就称为是居士 这是他的第一个 疑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啊 在家修道 居下道士 名为居士 那么也就是呢 这个在家 不是出家人啊 那么在家呢 他能够修道的 有道之士啊 也称为居士了 那么他虽然是在家中啊 他有道德 能够修道 有这个道恨啊 也叫做居士 比方呢 这个印度的 维摩杰居士 他就是献这个 在家身的大菩萨 以及啊 在我们中国 古代这个南朝的 富大士 唐代的这个旁居士 李通玄居士 等等的 这些大居士啊 他们都能够啊 通达佛力 那么能够修道 虽然他们现在家身 但是呢 他们的道恨啊 都很高 像这个李通玄长者 李长者 我们上次啊 讲这个 华言四阶观的时候 也有略微提到 那么他有住宿啊 解释这个华言经的 那么古来呢 很多研究华言的啊 人手一本 都会参考啊 他的这个著作 也是一个大居士 那么现在呢 一般呢 就是指这个 在家修道的 男众或者是女众 那么男居士啦 女居士啦 那么这个叫居士 那么刚刚啊 我们提到 这个富大士 富大士 那么他是个大居士啊 那么这里呢 我们稍微啊 介绍一下 这个富大士呢 他是这个南朝人啊 那么他年轻的时候啊 那时候还没有学佛 还没有遇到佛法 他呢就跟他们乡里面的人呢 合作啊 去捕鱼 这个是打鱼的 那么他每次啊 捕完鱼之后 他就像这些鱼啊 放到这个竹笼里面 做什么呢 再把它放到深水当中 那么就告诉他 欲去者去啊 欲之者流 就跟这些鱼讲 你们要离开的就离开 要留的就留下来 那你看他们会去哪里 当然都离开了 所以这些啊 跟他捕鱼的渔夫啊 就跟他讲 这个人很傻很笨啊 捕完鱼以后 放在水里面 跟他讲 要离开的离开 要走的走 当然有些可能是 没有听到这个话 或是走不出去啊 可能这个 没有想到要离开啊 才被留下来的 当时这样的情形 那么他16岁的时候结婚 古人啊 结婚都比较早了 那么生了两个儿子 到了24岁的那一年 有一天呢 他外出啊 去捕鱼 那么这时候啊 就遇到一个 从国外来的出家人 胡生 胡啊 当时是指这个 外国来的 遇到一位胡生 那么这个傅大士呢 就跟他谈话 那么谈话之后啊 就受到了 这个出家人的教诲 那么因此呢 他了知到啊 自己过去生的 这种素食的因缘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他就将他这捕鱼的 这些器具啊 全部呢 就弃死了 丢掉了 那么不再捕鱼了 那么打算要去修行 那么他就到他县里面的 一座山 叫松山的这个地方 在树下 搭茅棚来修行 那么就自称啊 双灵树下 当来卸托 善会大事 那么光是听到这个 名称啊 就知道不简单 双灵树下 我们晓得这个佛陀啊 他是在梭楼双树间当中 涅槃的 那么当来卸托 哦 当来能够得到卸托 善会大事 这个大事啊 是大菩萨的境界 那么他当时呢 就以这个名号啊 自称 那么修行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他白天呢 就跟他的妻子 在深山里面呢 种一些蔬菜啊 水果 那么平常呢 就替人家 帮佣啊 打工 打零工啊 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业 那么种种蔬菜水果 那么到了晚上啊 他就讲论佛法 那么当时呢 有一些人呢 就跟他一起来共修了 就这样啊 默默无闻的 精进修行 经过了七年 经过七年之后啊 他有一天 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啊 就赶得这个 释迦佛 金束佛 还有定光佛 定光佛是古佛啊 那么这三尊佛呢 从东方啊 放光过来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 这个 出家恶众啊 在家恶众啊 前来请法的人就很多了 那么当时这个太守啊 认为这个傅大师啊 这个妖妄祸人啊 妖言祸众 那么就把他关起来 那么这傅大师啊 关到建议当中啊 二十天 这二十天当中呢 他没有吃饭 也没有喝水 但是呢 神色自若 那么谈一下啊 自然 所以这个啊 太守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因此呢 就把他放出来了 那么之后呢 这个梁武帝啊 他就下这个招书了 那么就请他到皇宫 那么请来之后呢 这皇帝啊 就以特殊的这个礼节啊 来对待他 那么傅大师呢 他在皇宫里面啊 平常呢 是交禅 交打坐 但是呢 他也讲经啊 像这个维谋节经啊 等等的 经论啊 他也都有讲的 那么后来呢 这个傅大师啊 他又显现这个神通 那么使令这个梁武帝啊 赶化 那么因此呢 这梁武帝啊 就请他呢 住到这个中山的定灵寺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啊 天下的名声啊 那么前来这个定灵寺啊 居住的人就很多了 这个过了不久 他又回到松山 起见这个双灵寺 九重塔等等的 并且呢 书写这个金跟绿啊 一千多卷 法宝流通 那么之后呢 他预知啊 不久会天下大乱 所以他就将自己的田园产业啊 全部啊 都布施出去啊 那么打算呢 要焚身 那么带一切众生来供养三宝 为众生啊来处罪 这是不简单的 这个烧身供养啊 在南北朝的时候呢 是非常的盛行的 那么他的弟子啊 听到以后啊 不忍心啊 这个老师舍抱啊 因此呢 他们就发愿了 要代替这个老师啊 来烧身供佛 那么弟子当中呢 有的啊 就烧臂 有的就拦纸啊 把这纸头拦掉了 那是什么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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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说了 那是什么事啊 那是什么事啊 感谢观看